ESPA最近推出新專輯 在事前開放預購時 僅僅一星期就衝破百萬張 發行前的總預售銷量 更累積到161萬張 發新韓國女團預售銷量紀錄 本月初ESPA還受邀到 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總部 此為防彈少年團BLACKPINK之後 第三組登上聯合國演講的韓團 元氣和影響力都實不可擋 為了宣傳新作品 近期他們也登上許多節目 其中在全職干預視角中 EESPA展現了許多私下的模樣 這行錄影當天是SM大家長李秀滿的生日 成員們當場就打了視訊電話給李秀滿 並唱起生日快樂歌 其中這段對話更是太可愛了 全職母女團隊 哦?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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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職母女團隊是誰? 我女團隊是誰? 這段對話意外的成為笑點 而通話中李秀滿也不忘叮嚀他們 出發美國前要調整好狀態 還互相比起愛心 真的是有點像和孫子們通話的爺爺啊